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国协讲堂 昨天有个网友来跟我交流 他说大学毕业之后 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 待遇不好 事业、恋爱都不顺利 今年都33岁了 上月遇到姻缘 所以有两个问题 想跟我交流一下 第一呢,多年来一直在药房上班 没什么特长 以后的财运如何 第二呢,婚姻方面怎么样 之前有人说会找一个离过婚 带孩子的女人 真的是这样吗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析 交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全照 勿成年 扎隐月 以四日 鬼魏时 大运氏 以亥 秉承 丁氏 勿武 几位 庚申 心友 这个八字呢 这个八字呢 日主 乙木 生意 隐月 乙呢 是花草之木 月主 为 甲隐 甲呢 是甲木 隐呢 的本器呢 也是甲木 如果 如果你想找一南天老师 一对一生物交流 加微信 七七 七七 五五 一七五 三六 乙木 见到甲木呢 位置 藤螺细甲 根基呢 是非常的牢固 玉主呢 很旺 反而呢 希望有金呢 来置木 为吉 否则呢 笔节太旺 会损害到 财兄 隐呢 是初春 天气上寒 最好有 冰火来暖身 月之四 的本器呢 就是冰火 要冰火贴身 为吉 时之 位土 位土 是财星 三观 可以生财 这样的话 这个八字叫比较流转 有情 用神 是火 土 金 园局中的笔节 重重 克财为病 克财为病 就需要火 来泄木 生土 起到调后 通关的作用 而金呢 可以季节 富财 起到救助 财星的效果 祭神 是水 和木 这个八字呢 最怕见到木 因为呢 木 已经太多 会损害到财星 而水 而水呢 又会声望 本来已经过往的木 命局中 命局中 连柱 是 物财 是正财 财星为用 是个用神 但是呢 但是呢 受到月注 财 天克 地克 财星受损 故而呢 难以得财 年注 代表早年 所以呢 早年求财 比较艰难 不过呢 玉注 和石注的组合 相对的不错 有鬼水 滋涨 乙木 比较火 又能贴身 暖局 三观 又来生财 整个运势呢 是先松而后极 未来的生活呢 还是不错的 会有好转的一天 命局中 劫财啊 很旺 没有官杀 来克制这个劫财 代表这个性格上呢 也比较顾忌 劫财 克了财星 财运 就不理想 正财外透 我们看看 正财外透 被劫财所克 有破财的迹象 所以呢 钱财难拒 很难存的救钱 财星呢 也代表赤子 财星受制 也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在恋爱中呢 容易遭受失败 至于有人说 你会娶一个离婚的女子 如果考虑到这个 劫财的因素 也并非没有可能哦 再来看这个 欲之四伙 里面暗藏了一个 木土正财 这个正财呢 入了七宫 代表婚姻呢 可以稳定 而且呢 能够遇到一个相对不错的 妻子 也是你比较满意的 你这个八字呢 有相关 生财 将来啊 可以考虑去做生意啊 创业啊 投资啊 等等 最好呢 目前啊 还是 稳定去上班 积累到一定的能力 资金 社会关系之后呢 再来考虑创业 而且呢 后面的大运呢 还不错 只要方向啊 选择对了 努力去做 是可以赚到钱的 这个八字 想要发达 就必须要靠偏财 比如创业啊 从商啊 等等 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具体的行业项目呢 要结合自身的 实际情况来定 慢慢的积累 总会有所收获 而且呢 你的痴子 对你的运势呢 帮助很大 结婚之后 明显会感觉到 运势的好转 我们再来结合 这个流年大运来看一下 25岁到35岁之前 走的是丁寺大运 丁寺是火 丁寺是火 四也是火 火呢 可以是生土财 所以呢 大运走 时商啊 这个是时商运 时商 是不错的 目前的工作 虽然困难 但是呢 你会运寻出路 做生意呢 是个好的发展方向 未来呢 未来呢 您可以因为偏财 而富裕起来 2018年 物虚年 沉和虚 相冲 冲了财星 家庭财运方面呢 有很大的变动 2019年呢 是几亥年 跟这个玉柱 以 四 又是天科地冲 以 跟四冲 几亥 相冲 也变动很大 所以呢 这两年变动呢 是非常大的 对于自己来讲呢 很不利 并且呢 冲的是用神 一旦用神受冲 就会遭受坎坷 但是呢 不要灰心 在2022年之后 走的是 五五大运 进入了 三观大运了 三观生财 大运呢 有财星透出 故人呢 更有利于求财 所以呢 你以后的事业财运呢 都能够走向正轨 婚姻方面呢 最好也是在2022年之后啊 再来结婚考虑 因为呢 三观生财 财呢 代表 赤子 姻缘 自然出现 45到55岁 走的是 几位大运 这是最好的十年 也是 财源 最旺的十年 是你人生的高峰 当偏财出现的时候呢 随着这个财运的增加呢 异性缘呢 也会变好 因为偏财也代表桃花 所以呢 四十五岁之后呢 这个烂桃花呢 会比较的多 会影响到家庭和婚姻的稳定和目 自己啊 要非常注意才可以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易老师啊 有一些人生的建议 古话有云 命好呢 不如运好 你的命局呢 一般 但是呢 大运方面呢 不错 特别是后运呢 非常的好 未来呢 应该努力去追求 而不是呢 安逸现状 或者心灰意冷 您现在才32岁 虽然呢 目前看似来呢 事业无成 但是呢 不要因此 而实现对未来的信心 大多数人的机遇啊 都是在30多岁之后 才慢慢出现的 未来可期 又好好的去把握 好的 这个案例呢 就分析到这里